來感受濃濃的藝術氣氛 這是在紐約 幼詩青少年管弦樂團 師生的才藝演奏會 那麼日前在法拉盛台灣會館舉行 有二十多位十到十七歲的青少年樂手 在樂團老師的帶領之下 展示了鋼琴、小提琴等諸多樂器的演奏才藝 為社區民眾帶來了一場音樂饗宴 美妙的樂音從指尖流出 這是紐約幼詩青少年管弦樂團 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行的師生才藝演奏會 二十多位青少年樂手在音樂總監 指導老師中期人帶領下 以鋼琴、小提琴、喇叭、爵士鼓等多種樂器 展示平日所學 帶給社區民眾一場非凡的音樂饗宴 這群團員年齡層分布在十到十七歲之間 個個都相當有才華 也是樂團第一次組織團員 透過獨奏展示才藝 作為紐約市政府指定的社區移民文化團體 今年又是樂團將舉辦多場音樂會 將美好的音符傳遞出去 5月20號就在林肯中心是大家一起演的 交響樂團音樂會 然後我們6月3號又會再回到台灣會館 把那場音樂會再帶到local 當天鄉親踴躍出席聆聽 包括駐紐約辦事處組長黃耀良 紐約喬教中英主任黃正傑等嘉賓 都到場表達支持 感謝樂團為社區民眾 帶來了一場音樂饗宴 談文完電視唐晨 美國紐約採訪報導